好,姐妹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身体部分呢 就这样一直勾到最后一圈 第29圈勾好之后呢 把线拉长 这个身体部分的最后一圈的手尾相接呢 我们不用这个引拔针连接 我们用这个缝合针来连接一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把这个线尾这样穿进来 我们进行一下手尾相接 这是第一个短针针眼 跳过去 从第二针的针眼里面穿针 然后找到最后的一个针眼 挑它的后半针 连同下面这个小线圈 这样一捅穿过去 好了,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地方就连接好了 我们在里面也放上皮皮棉填充起来 一边勾一边填充 因为后期呢 我们这个洞会越来越小 就不太好填充了 好了,我们这个腿和身体就完工了 好,接下来呢 我们勾一下裙子的部分 那么我们知道 我们在勾身体的时候呢 第20行 我们是只勾的后半针 留下了前半针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在手尾相接的这个地方穿针 挑着前半针 作为针眼的部分 我们先勾一下裙子的第一圈 把这个白颜色线这样勾住 拉过来 压住线尾 先勾好三个病子针 好了 勾好之后 接下来我们还在刚才穿针的这个针眼里面穿针 先勾上一个长针的加针 长针加针掌用字母符号VF来表示 接下来我们开始勾第一个长针 长针我们需要用这个勾针 先把线绕住 大家看一下 先绕住线 然后从这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针勾住线拉出来 拉到和三个变得针同等的高度 接下来呢我们再开始并针 把前面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再把这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这就是一个长针 把第一个长针针眼做好标记 接下来我们开始勾第二个长针 还在这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针绕住线 然后穿针进去 拉线过来 然后并针 再并针 好了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在第一个针眼里面 勾出来了一个长针的加针 接下来我们勾一个长针 一个长针的加针 重复勾12次 在第二个针眼里面穿针 先勾出一个单独的长针 然后在第三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长针的加针 也就是勾上两个长针 一针 两针 好了 这是一个组合 一个长针 一个加针 这是一个组合 这一整圈呢 需要勾12次 接下来我们勾第二次 在新的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单独的长针 然后在下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长针的加针 也就是勾上两个长针 好 接下来姐妹们跟着我呢 把这一整圈全部勾好 一个长针 一个长针的加针 重复勾12次 好了 姐妹们看一下 我们第一圈就这样勾好了 勾好之后总共是38个长针 那么接下来 我们进行一下手尾相接 好了 大家看一下 我们第一圈就完成了 然后勾两个辫子针 我们开始勾第二圈 第二圈呢 我们就是不加针 不减针 勾这38个长针就可以了 每一个针眼里面 对应勾出一针 第一针还是最好标记 每一个针眼里面 对应勾出一针长针 大家跟着我来勾一下 把这个第二圈勾好 好了 姐妹们看一下 我们就这样 把这个第二圈勾好就可以了 勾好之后 进行一下引发连接 接下来我们开始勾第三圈 勾一个辫子针 然后呢 在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单独的短针 第三圈我们是勾短针 与爆米花针 第一个针眼里面 勾上一个短针 然后呢 在第二个针眼里面 勾上一个五针的爆米花针 第一针先做好标记 接下来我们开始勾爆米花针 它是由五针组成的 绕住线 在第二针里面穿针 先勾上第一针 长针的未完成针 然后再勾上一针 长针的未完成针 然后第三针 第四针 并一次针就可以了 第五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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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好这五个长针的未完成针之后 勾针上面呢 是六个线圈 我们拉线 把这六个线圈 并针并在一起 然后呢 我们再勾上一个并次针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爆米花针 接下来 一个短针 后面呢 就还是勾这个爆米花针 方法是一样的 一个短针 一个爆米花针 这样交替去勾 我们再来看一下爆米花针的针法 一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好 勾好之后 拉线 把六个线圈并在一起 然后一个并次针 爆米花针完成 接下来 再从新的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短针 就按这个方法 一直勾下去就可以了 这一整圈 一个短针 一个爆米花针 这样交替去勾 我们就这样一直勾到最后 那么勾好之后呢 我们进行一下 这个引发连接 就在我们做标记的 第一个短针针眼里面穿针 拉线过来 把线拉过来 直接剪断 我们这个裙子部分就完成了 最后呢 把这线尾呢 再给它藏一藏 这样给它藏到里面 把线剪断 好了 我们这个裙子部分就完成了 大家看一下 腿和身体 还有裙子部分 就都完成了 好了 裙子勾好之后呢 我们继续勾这个头部 把这个线尾呢 直接放到这身体里面 这个头部呢 是在这个之前勾好的 这个身体上面 挑针 继续来勾的 还是在手尾相接的 这一排上面穿针 头部呢 我们用这个肤色线来勾 那么我们重新开始计行 再勾呢 我们就是这个头部的第一圈 我们来看一下 直接把这个肤色线勾住 拉过来 线尾压住 勾一个病子针 那么第一圈呢 我们是需要勾九个短针的加针 那么我们就在每一个针尾里面 勾出一个加针来就可以了 第一针勾好之后 还是做好标记 身体的最后一圈 总共是剩下了九针 那么我们头部的第一圈呢 是连续勾九个短针的加针 也就是在每一个针尾里面 都勾上一个加针 然后呢再勾上一针 好 第一个加针就完成了 接下来在第二个针尾里面穿针 勾上第二个加针 第三个加针 第四个加针 第五个加针 第六个加针 第一圈勾好之后呢 我们就会变成十八个短针 我们需要先把这个针数 慢慢的增多 我们需要先把这个针数 勾好之后 进行一下引发连接 第一圈就完成了 接下来勾第二圈 先勾一个变子针 作为短针的起立针 第二圈呢 我们是连续勾 十八个短针的加针 在每一个针尾里面 对应勾上两个短针 也就是勾上一个加针 第一针勾好之后 做好标记 接下来第二个针 里面穿针 勾上第二个加针 第三个加针 那么我们这个第二圈 勾好之后呢 会由第一圈的十八个短针 变为三十六个短针 我们先要把这个头部 慢慢地加大 最后呢 再慢慢地剪针 形成这样一个圆的 这样一个形状 大家一边勾 一边学着记这个 勾针的编织图解 这样的话呢 后期我们可以独立勾边一小部分 好了勾好之后 我们进行一下引发连接 第二圈完成 接下来我们开始勾第三圈 先勾一个变子针 第三圈呢 我们是按照五个短针 一个加针的方法 重复勾六次 先勾上五个单独的短针 做好标记 这五个短针呢 占据五个针眼 第三针 第四针 第五针 勾好五X之后 在第六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V 就是勾上一个加针 这是一个组合 这一整圈需要重复地勾六次 接下来勾第二次 先勾好五个短针 然后一个加针 第二次完成 好接下来呢 姐妹们再跟着我呢 把剩下的四次全部勾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第三圈 勾好之后呢 接下来姐妹们看到图解部分 把这个头部的第四圈 到第二十圈 全部勾好 一边勾呢 一边在里面放上皮皮棉填充起来 我把图解答到屏幕上面 大家跟着图解来勾一下 好了姐妹们看一下 我们一边勾 一边在里面放上皮皮棉填充起来 勾到了第二十圈 接下来勾第二十一圈 先勾一个变子针 第二十一圈呢 连续勾六个短针的减针 第一针 第二针 第三针 连续勾好六个短针的减针 6A 第五针 第六针 好了勾好之后 我们进行一下引拔连接 第二十一圈完成 把线拉过来 最后呢 我们再用这缝和针 来处理一下上面的这个小洞的部分 剩下了六针 每一针挑起半个线圈 每一针都挑起来 拉紧 这样的话上面就没有动了 再把线尾从其他部分穿出 可以多穿几针 再把线为剪断 好了 姐妹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天使的头就勾好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勾一下头发的部分 第一圈 环形成的方法 绕线 把线搭好 捏住线 勾针穿进去 把线拉过来 勾一个辫子针 第一圈先勾六个短针 我们来勾一下 第一针做好标记 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第五针 第六针 勾好这六个短针之后 线尾拉紧 然后连接一下 这个过程呢 我们应该很熟悉了 接下来勾第二圈 六个短针的夹针 连续勾六个夹针 六微 第一针 做好标记 第二个夹针 第三个夹针 第四个夹针 第四个夹针 第五个 第六个夹针 好了勾好之后 进行一下引拔连接 接下来勾第三圈 接下来勾第三圈 第三圈是按照一个短针 一个夹针的方式 重复勾六次 第一针做好标记 第二个针牙里面 勾上一个夹针 第二次 第二次 第三次 一个短针 一个夹针 因为这一部分呢 我们已经在前面讲过好几次了 所以呢 这一部分呢 我就快速地勾过去 第三圈勾好之后呢 是十八个短针 然后我们进行一下 收尾相接 好了 第三圈完成之后 我们勾下第四圈 第四圈我们是按照 一个短针 一个夹针的方式 重复勾六次 第一针勾好之后 做好标记 第二针 勾上一个夹针 第三针 勾上一个短针 这一整圈呢 需要重复勾六次 接下来勾第二次 一个短针 一个夹针 再一个短针 好 第二次勾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把 剩下的四次全部勾好 我们这个第四圈勾好之后呢 会由第三圈的 十八个短针 变为二十四个短针 大家跟着我把这个第四圈勾好 好了 勾好之后 我们进行一下引发连接 第四圈完成 接下来我们开始勾长发的部分 我们先勾十九个变子针 大家跟着我来勾一下 拉过来就是一针 二 三 四 勾好这十九个变子针之后 翻转过来 看着变子针的里山处来勾 里山处 每一个变子针都会对应这样一根线 挑这根线作为针牙的部分 我们在倒数第二针的这个针牙里面穿针 也就是在第十八针的里山处穿针 我们开始勾短针 大家看一下 在倒数第二针的位置穿针 开始勾短针 拉线过来 并针 连续勾好十八个短针 连续勾好十八个短针 每个针牙里面对应勾上一针 一直勾到最下面 这个头发的部分呢 非常好勾 就是来回重复这样一个过程 好了 第一排就勾好了 勾好这十八个短针之后 我们在这个第四圈的这个 第二个短针针牙上面穿针 勾上一个引发针 连接一下 这样就完成了 接下来勾一个变子针 翻转过来 再勾呢 我们就看着这个 第一排形成的这个短针针牙 挑它的后半针 这个单层线圈 作为针牙的部分 还是勾着十八个短针 勾过去 现在勾的是第二排 之后的每一排 都是挑这个短针针牙的 后半针作为针牙的部分 都是勾这十八个短针 好了第二排勾好之后 勾一个变子针 再一次翻转过来 往回勾还是勾这十八个短针 挑这后半针作为针牙的部分 我们现在勾的是第三排 那么之后呢 我们就是不断的重复 第二排和第三排的过程 那么第二排和第三排呢 作为一个组合 这个组合呢 需要重复的勾十五次 第二排勾过来 然后第三排呢勾回去连接 这是一个组合 大家记住 这个组合呢 总共是勾十五次 我们现在勾的是第一次 第二排和第三排 然后呢连接一下 这是第一次 我们先把这个第三排勾好 那么勾回来之后呢 我们都需要在它下面 对应的这个短针针牙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引拔针 连接一下 好了 我们这第一个组合就完成了 一来一去 就这样来勾就可以了 不断重复第二排和第三排 勾回来之后呢 我们都需要在它下面 对应的这个针牙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引拔针 连接一下 然后呢 再给它勾一个辫子针 翻转 然后呢勾过去 勾回来 按这个方法重复的勾 总共勾15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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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